南投县木桃书法学会 于县府文化局玉山展览室 举办书法连展 这次展出的作品是由众多学员 创作完成的书法作品 作品当中每一幅的字体都相当的有特色 县议员曾正言也到场欣赏书法展 并鼓励家长们让学子从小开始学书法 对于为人处事也是一个美好的修养 也欢迎民众前来县府文化局 玉山展览室欣赏书法连展 南投县木桃书法学会 在文化局举办的书法联合展 那这边的书法是由我们南投县 有十几位的大师所写的书法展览 每一幅都有它的特色 在这显示说我们这从小 我们小孩子就是要从小就要学书书法 学书一首美好的字 因为字就是代表了一个人的形式风格 比方说你身为一个 人家在请你提笔的时候 你提笔字好与坏 就是显示你个人的形式风格 先远哲正言表示 学书书法有众多好处 对于为人处事以及为人修养 也相当的有帮助 也鼓励教育界能够让学子 从小开始学书书法 不仅能够将书法这项文化永续传承 对于炼制方面也极大有帮助 这个书法对为人此是种种 也是美好的一个修养 希望说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的台湾的教育界 就可以从小时候 从这个国小时候 就培育出所有的学生来写书法 写出非常漂亮的书法 那对于个人的修养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所以这次在此 我个人非常的重视这个书法 这次漂亮衣服 就是也是代表一个 你的个人的这个思维 以及形式风格 南投县木桃书法学会 与县府文化局玉山展展室 举办书法连展 先远哲正言对于书法相当重视 并指出连展众多件作品当中 每一幅的字体 都有大实的个人特色 也欢迎民众一同欣赏 记者出品剧南投台湾报导